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天的时候 东北季风会减弱 温度就会逐渐回升 透过卫星云图一块来了解 从云图上来看到 今天虽然台湾上空的云层没有很多 但是因为东北季风的增强 所以碰到地形 就造成今天迎风面降雨变多了 尤其在宜兰局部地区雨势来得比较大 明天礼拜六要放假了 但东北季风明天还要影响一天 所以明天要提醒大家 这吹过来之后 迎风面的基隆 宜兰 明天整天还是会有一些短暂雨的机会 大台北跟花莲 云量偏多 偶尔可能有些飘雨 不过这种雨相当零星 影响不至于太大 桃园以南到台东 降雨几率就不高了 只是桃园跟台东云层比较厚 新竹以南都有机会见到阳光 而今天各地因为境外污染物的关系 空气品质都比较糟糕 明天来看的话 这境外污染物会减少 北部 东半部 空气品质会有所改善 但是中部跟南部 明天空气品质还是差的 尤其在南部地区 建议出门户外还是戴个口罩 接下来等到礼拜天 东北季风减弱 转为偏东风 虽然进来的水气会减少 但目前看迎风面 包括了基隆 宜兰到花莲 礼拜天还是有一些局部短暂雨机会 至于在其他各地 包括了西半部 都是多云道晴 天气相对稳定 下个礼拜一回到工作岗位的时候 持续是偏东风 水气会再少一些 目前看下个礼拜一 也就东半部 有些局部短暂雨 要等到下个礼拜二的时候 东北季风会再度增强 到时候包括了基隆 宜兰 下个礼拜二 降雨会再度的增多 而温度部分 透过地面天气图也要告诉大家 地面图可以看到这个高压 今天就这次影响台湾的东北季风了 不过整体来说 冷空气的量不是很多 所以主要影响的 转凉的就是在北台湾 明天的温度形态跟今天差不多 主要北台湾整天会比较偏凉 其他各地主要是早晚 凉意比较明显 北台湾明天大约16到22度左右 而接着中部17到27度 南部18到28度 至于在东半部 则在19到24度上下 接着等到了后天 也就是礼拜天的时候 东北季风要减弱了 所以等到礼拜天 北台湾的高温呢 会回升个大约是两度上下 其他各地的温度差不多 主要还是日夜温差大 下个礼拜一 温度再回升一些些 下个礼拜二 会有另外一波东北季风南下 但目前看这波的冷空气不会太强 所以最后天气上的小叮铃 我们就要提醒大家了 周末假期 尤其明天 南北有温度差异 南来北往 您要留意温差 注意穿着了 还有包括了中部 以北 东南部 恒春半岛 还有外岛的沿海地区 留意还是会有较强的阵风 基隆 宜兰 出门还是带把伞 因为还是有些降雨机会的 另外呢 北部 东半部 空气品质改善 中部 南部 在明天空气品质还是比较糟糕 明天天气 透过图卡 一块来关心 明天我们提到呢 东北季风持续影响 在北台湾还是稍微偏凉的 基隆有短暂雨 大台北地区临心飘雨 基隆18到21度 台北18到21度 新北19到21度 过了桃园以南 降雨机率就不高了 桃园18到21度 新竹18到23度 苗栗16到25度 而到了中部地区 明天主要是多云稻晴 但空气品质还是比较差 海中18到27度 彰化18到26度 南投17到27度 云林17到27度 嘉义17到27度 总日夜温差有10度之多 南部地区提醒您 明天南部的空气品质是比较糟糕的 所以出门呢 过敏族群一定要多留意 台南19到25度 高雄20到27度 屏东18到28度 同样降雨机率都是0 东半部地区来看的话 因为迎封面 所以明天宜兰持续有降雨 花莲也会有些局部短暂雨 台东云量偏多 宜兰18到20度 花莲19到23度 台东19到26度 可以看到宜兰甚至花莲还是有些凉异的 外岛地区来看的话呢 多云稻晴在澎湖高温24度 而未来天气透过图卡告诉大家 明天东北季风还要影响一天 迎封面有短暂雨 在北台湾比较偏凉 中南部不受影响 礼拜天 礼拜一 东北季风减弱 下一波东北季风 礼拜二再度报道 还好目前看 冷空气不会太强 锁定台式气象 均开每天跟您聊天气